大家好,我是晨晨妈 今天这一集呢 我们来分享这一款北欧风的这种立体五角形的编织方法 这个是用四根棒针编织出来的 如果你有环形针呢就更好 我们一开始用环形针织会更方便 然后织到后面呢 我们需要用到四根棒针 这个呢 你也可以把它织成是两面的 这个织的小可以当做一个挂件 然后呢 也可以织的像用那个布条线织的大一些 也可以当做一个抱针 两面都可以 非常的有特色 好,这个棒针呢 就跟你的线匹配 另外加上基础工具就可以 开始起针 先打个活扣 这个就是第一针 这个起针呢 我这里依然采用的是最简单的方法 我觉得这种方法后面调针的时候会很方便 而且也没有痕迹 这是第二针 第三 好,就这样起针 起自己需要的针数 这个针数要求必须是五的倍数 因为它是五角形嘛 所以要分成五份 针数需要是五的倍数 这里今天起了一个200针 起了200针 好,如果你有环形针就更好 这里呢 我就用四根棒针给大家演示 我们起好五的倍数之后 把所有的针数大概平均的分到三根棒针上 然后分的时候一定要保证这个中间的就是这个边边统一的都是朝里面 中间没有扭起来 好,然后我们这边搭起来开始变织 织之前呢一定要再次检查一下 好,一定要再次检查一下 确保中间是没有扭起来的 它是统一的方向的 好,我们现在开始第一行 如果是环形针呢 建议你在这个地方放个叫扣 好,我们第一圈呢 我们就要开始支这个 开始排这个花形 我们这个五角形就是要分成五份 所有的针数分成五份 好,大家注意这个方法 不管你是起多少针方法都是一样的 我们比如说我是200针 分成五份就意味着每一份有40针 那么40针我就是先织一个上针 好,注意这里第一针一定要拉紧 先织一个上针 然后再织39个下针 这样就是一份 后面的四份的方法就跟它相同 那你的针数假设是150针 那你每一份就是30针 那你就是先织一个上针 再织29个下针 好,大家用这个方法把第一圈织完 第一圈织完现在开始第二圈 第二圈呢咱们就要开始有这个减针 好,我们第一圈会发现 每一份都是以第一针的上针来开头的 好,我们先看第一份 先织一个上针 这个上针是永远不变的 织完上针之后 中间我们就要织若干个的下针 那这个怎么算呢 我这一份是40针 40减掉一个上针 剩下39 39减掉中间 待会有三针要并为一针 就是36 36除以2 那就意味着我这里要织18个下针 也就是织完一个上针 我再织18个下针 那你们呢就根据这个方法算自己的针数 比如说你每一份是30针的话 减掉一针就是29 29减掉中间三针就26 26除以2 就意味着你这里要织13个下针 好,就是一个上针 再加13个下针 好,方法就是这样 针数不同 织出来的这个五角形的大小就不同 但是方法规律呢 都是一样的 我这里呢 一个上针18个下针织完 现在来到了最中间的三针 咱们这三针呢 要织成中上三并一 所以我们先用右针 挑下前两针布织 第三针织一个下针 再把刚才挑下没有织的 两个下针拨收过来 然后这一针呢 可以适当的手劲松一点 好,三并一结束之后 这边有18个下 这边也要再织18个下 18个下针织完 你就会发现呢 你把这一份呢 就刚好织完了 那后面的四份呢 就重复它的方法 好,我这里再给大家演示一份 好,我们先织第一针是上针 我织完了 接着再织18个下针 我也织完了 然后就来到了中间的三针 中上三并一 好,每一次方法都相同 中上三并一完成之后 那这边呢 还有18个下针 织完了之后 就完成了第二份 好,大家把剩下三份织完 第二圈织完之后 我们现在开始第三圈 第二圈每一份减两针 那么这一圈五份 就会一共减掉十针 那我们后面每一圈的织法 其实跟这个第二圈呢 都是一样的 所以这一款五角形的抱枕呢 织法还是蛮简单的 好,比如说现在第三圈 第三圈一个上针 然后接着呢 这里现在就只有17个下针 因为减了一针嘛 然后就到了我们这个需要三并一的地方 好,这三针并为一针 然后这个中间的这一针呢 就是上一圈三并一的这一针 所以你织的时候 你织过来就会发现 好,一个上针,17个下针 那你们也是一样 依次递减一针 然后相同的方法 咱们又要进行 中上三并一 好,并完了之后 那就也再剩下17针 然后织完之后呢 就又会把第一份织完 然后又是一个上针 17个下针 三并一 17个下针 完成第二份 这就是第三圈的方法 那么第四圈很明显 就是一个上针 16个下针 中间三并一 再16个下针 再下一圈就是15个 后面就14 13 12 11 所以这个就是它的规律 好,不管你起多少针 依次的每一圈 这样递减下去 一直一直都在中间这里进行 三并一收针 然后呢 第一针都是上针 一直减到我们 每一份只剩下两针 整个三根棒针 只剩下十针 我们再回来 那现在已经剪到了 三根棒针上 只剩下十针 每一份就剩下两针 一个上针 和这个中上三并一的 这个下针 好,到这里呢 咱们就不用再剪了 我们就直接的断线 留一点线头 然后穿上缝合针 我们要把这个十个 十个针目呢 全部把它们穿起来 要收口 穿好之后呢 我们就这样拉紧线头 好,中间这个地方就没有动了 然后为了让这个地方不脱针 刚才的这十针呢 我们可以再多穿一圈 或者是两圈 这样呢 它中间是一定不会脱针的 而且呢 也在长线头 多余的线头把它剪掉就可以 好,那这个五角心呢 我们其中的一面呢 我们就织好了 现在我们要在这个四周 在这个旁边去调针 然后织另一面 那么调针呢 咱们就从这个地方开始 这是我们当时起针的地方 是吧 好,现在我们是这样来调的 那我们这样调呢 我们现在呢 第一针就调在中间这个上针里面 在正面是上针 在反面它就是下针 看到吧 大家在这个地方可以做个标记 待会我们第一针呢 就从紫色记号扣这个地方开始调 然后第二针 我们这样来看 第二针呢 就是从右边锁 看到吧 这个下针 这个下针 我们在它对着的这个线里面 放个交扣 那待会的第三针 就是第二个下针 好,我们呢 待会是这样调针的 是这样调针的 就是这起针的这里有线 我们待会调针呢 就是调这两根线交叉的地方 是吧 它对准的刚好就是这个下针 好 就从这个上针 一直这样调调调 调到这个上针的前面一针 刚好就应该是 其中一份的针数 我们就用这个相同的方法 把整个这一圈调起来 也应该是你的起针数 我这里就是200针 第一针就是这个地方 咱们把棒针穿过去 那这个时候另一面的线呢 你可以用铜色的线 也可以用另外一种颜色 这个就是第一针 红色记号扣 就是这两根线交叉的地方 这个就是我们的第二针 然后这两个线头一起隐藏一下 然后这个线 这个起针的线跟 这个起针线交叉的地方 就是我们的第三针 这个就是第三针 这个线头藏了几针就不用管 大家也不用剪 因为待会我们里面 反正是要装这个填充棉的 好 它们交叉的地方 第四针 然后下一根线 跟这根线交叉的地方 第五针 好 大家就这样调整 200针的全部调好了 如果有环形针呢 这个地方就不会 蹬得这么紧 好 那现在呢 我们这一圈调整就相当于 刚才这一片的起针嘛 所以现在的方法就重复刚才的 好 那我这里就简单口述一下 第一圈呢 那咱们右时 比如说200针 那我一份呢 就是40针 所以第一圈的方法就是 一个上一个上针 39个下针 重复5次 第二圈呢 就是开始要减针了 一个上针 然后我这里是18个下针 然后再三并 中上三并一 再18个下针 这样为一份 然后重复5次 再下一圈 中间17 16 15 这样一直一直地地减下去 就像刚才一样 一直减到最后棒针上 只剩下10针 每一份剩下2针 然后呢 这里还个问题要注意 就是大家减到大概 每一份还剩下个这样 三四针的时候 你就要开始塞甜充棉 甜充棉呢 要塞得比较饱满 就像这个一样 要五个角都要塞到来 这样才会比较好看 塞了甜充棉之后 我们再继续地去收针 收到每一份剩下2针 然后呢 就跟刚才一样 把它收针 收起来就可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这一个立体的五角线的抱枕就治好了